夏天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吧 就喜欢吃一点稀饭啥的 那就要有小菜啊 海带丝我是经常吃的 去菜市场凉菜摊也不敢随意买 可能买菜时间涨了吧 摊主会直接说自己吃就别买了吧 后面就自个儿琢磨上了 其实还真不难 就是稍微动动手就可以啦 我就感觉时间真快都已经6月了 感觉啥都没做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榨菜丝人的做法 这个大头菜是网上买的不贵 很实惠你们也可以去看看清洗干净 然后用刀去掉很硬的壳和坏掉的地方 全部整理好待用 我们先切成均匀厚片 是为了后面更容易的切漂亮的细丝人 你看很容易是不是 其实还可以切的稍微粗一些 所有的全部切好以后放入到一个大一点的容器里 多放一点盐 腌制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自己在家做腌 菜盐就是最好的防腐剂 这样时间可以放得久一些 除非你做的不多 很快吃完了 给你们腌出了很多水 榨菜丝人也变得很软 然后找一个大块一点的纱布 把刚才的榨菜丝人包起来 抱紧一些用手使劲压出水分 找一个大一点的石头或者重物 话说当猪烟酸菜的时候 我是冒着雨去楼下剪的 洗干净放那用的时候 就有现成的压一个晚上 噢这个水弄得越干保 稚气也会越长久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压了一个晚上的榨菜丝人干钱的是不是 前面我已经拧得很干了 后面一个晚上还是出了这么多的水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 所以自己用魔鬼辣椒现磨的辣椒面 如果你们不吃辣的可以选择不辣的辣椒面 因为放了颜色会更好看 我还放了一丢丢花椒进去哦 压干水分的榨菜丝人 放入一个干净的容器 加入两勺辣椒面 少许盐 还放了些五香粉 半勺白糖 这个你们根据自己口味来 用手戴上手套彻底的抓匀 尝一下宣啥放啥 来个特写 现在看见就很馋了是不是 然后装密封瓶 这个瓶子一定要干净 无油无水的状态 才行一边装用勺子或者手压紧哦 那么大一堆就腌制了这么一瓶 如果瓶子的密封性不够的话 建议放一层保鲜膜 再盖紧腌制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十来天的样子 颜色变黄就可以吃啦 其实自己也能腌出入味 脆爽的榨菜 私人主要没有任何添加 吃起来清清爽爽的 来一碗西饭 觉得了是不是 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 酱醋茶可同样离不开 志同道合的三观 是均力敌的见识丰富有趣的灵魂聪明的女生 会在追求爱情的同时脱胎换股 变成更好的自己 自信